大家好 爸爸姊姊 爸爸姊姊 不小心就把小巨蛋 當家庭聚會 隨口就有綜藝梗 他就是吳宗憲兒子 吳瑞萱 大家好 我是Lucy Pie 然後今年20歲 興趣是踢足球 你會踢足球喔 我不會 我亂講 撐席自老爸的搞笑功力 登上吳宗憲小巨蛋演唱會 雖然有些腼腆 但你不知道的是 吳瑞萱早已用一名Lucy Pie 出道推出首張專輯 新曲MV中 老爸吳宗憲不只當情MV男主角 還兼任導演 立庭兒子出道闖歌壇 喬兒的是歌詞講述 無法承受失去女友的苦 還用上救護車三個字 當專輯名 真實世界 吳瑞萱竟然為了救女友 一次嗆聲要放炸彈炸北市府 1999年出生的吳瑞萱 是吳宗憲獨子 下一任就讀於美國波士頓 伯克利音樂學院 不只能唱饒舌 還能進行母代製作跟混音 卻涉及嗆聲放炸彈 其實新二代鬧出風波 吳瑞萱可不是敵人 小孩子 他想看什麼 就給他看什麼 今年4月 吳宗憲也稱進孫安佐緩家 他說最重要的還是孫安佐 有沒有學到教訓 最不可以原諒的過錯 就叫做愚蠢 孫伯夫妻萬里非北舊子 類似情節也曾經發生在 于天和李亞萍身上 因為他們小兒子于祥犬 在加拿大念書時竟然搞怪 把人生志願寫上職業殺手 對 他很認真 他就很怪 資深藝人陳凱倫之子陳瑞 多年前捲入千堵HA案 入肩服刑 現在已經擺脫靠霸陰影 靠網拍當起老闆 只能說新二代機遇大不同 鬧出爭議事件 卻是層出不窮 記得台北中文報道